康熙46年的时候 康熙同时为几位二哥赐元 就是皇帝赏赐他们一块地 他们可以建元 所以这个事情 实际上我们就跟前面讲到的 离公御苑制度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在康熙朝的时候 离公是畅春元 畅春元是皇帝带着整个宫廷所居住的地方 那么离公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皇帝住到郊外去了 那整个宫廷为宫廷服务的人怎么办 皇帝在畅春元办公 其他人上班也得到畅春元来 那他们如果住在城里的话 那我们想在那个年代的交通条件下面 那这是不可想象的 那他基本上就不要睡觉了 如果要赶早朝的话 他就得连夜就得赶路了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 跟离公御苑相关的 产生了一个制度叫复原制度 复就是复属的复 复原制度其实就是皇帝 要赏赏一些王宫甚至大臣一些地 让他们在离公的附近能够建设一些他们自己可以居住的地方 那对于这个皇子啊 二哥啊这个亲王啊这些来讲呢 他们显然不会说只满足于建一个住宅 而是呢建一些园林 这个时候呢准确地讲 那么我们讲应该还属于 释迦远林 但是呢他属于复原 他是为皇帝在离公处理朝政而服务的 这么一个性质 对于这些计划